有时候老天爷要度换一个人 这个礼物包裹的并不好看 他会用某个人伤害你的方式 让你去弥补自己的短板 看到自己的居饶模式是如何伤害自己的 帮你完成蜕变 所以我也不会恨我的父母 相反 我真心的感谢他们愿意扮演我父母的角色来养育我 因为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 光凭借我自身携带的灵魂特质 是没有办法做好疗愈师这个角色的 我感谢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攻击我 不同类型的自恋型人格的人 因为他们都是来成就我的 我们的灵魂在安排每一世要如何度过的时候 是进行过精细的计算的 什么时候安排什么人来扮演什么角色 帮着我们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等等 全部都是精心安排好的 我们随微的逆天改命 其实不是改变命运里的命 因为命在你投胎前 就被你的灵魂与指导灵一起安排好了 我们改的是运 你的运势 通过你的行为模式 心里的改变 你的运势会不同 命里该出现的剧本 你还是会遇到的 但是你心境变了 看待事情的角度就变了 你的实相就跟着转变了 运势也因此改变了 你变跳涨的时间线 所以灵修的人算命是很难算准的 金刚经理讲的 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正在经历自恋虐待的幸存者们 听到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后 能够拓展大家的意识 用一个更高维的视角 来看待你与NPD这类人格之间的纠葛 你不需要在3D世界里 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世界 与对方有过多的瓜葛了 如果你们已经分开了 或者离婚了 断脸拉黑了 就可以了 你也不需要觉得 是不是我前世欠他的 今时我就应该被他虐来偿还 不需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只要不和对方继续纠缠了 就是在消除业力了 我之前的视频也已经讲过 如何清楚你与NPD的业力问题了 那在更高意识上 你要明白他在帮助我们 蜕变成更好的自己 就可以了 放下过去 宽恕对方 记得我们都是宇宙的宝宝 我们都是宇宙的光严爱的存有 源头爱着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蓝图不一样 走的路不同 我们要允许大家的道路不同 允许别人在这个世界做自己 也要允许我们 活出我们真实的样子 记住最终 我们都会回归到宇宙源头 把我们的体验成长带回去 从而源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丰富的体验 而在这个过程中 宇宙源头始终都在支持着我们每一个人 允许我们通过自由意志 去体验地球这个学校的一切经历 在这些经历中 我们慢慢蜕变回到那个最初的光严爱的纯正的我们 这就是宇宙源头给予我们的五条件的爱 而我们又是这五条件的爱本身 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游戏啊 就是梦境啊 对啊 地球上的一切体验都相当于一个体验式的游戏 所以你可以体会到各种真实的情绪 真实的伤害 真实的爱与接纳 其实赛斯也说过灵魂永生对吧 你的灵魂不会死 只不过通过每一世的身躯 去体验不同角色 从而学习成长而已 在3D这个世界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自己 同时好好疗愈自己的创伤 学会识别有毒人格 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爱 自然你的意识 也就会有彻底的改变 同时在更高意识上 我们也学习宽恕对方 认识到对方是在帮助自己成长的灵魂 如果可以的话 感谢他给我们上课 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今天 这个更高版本的自己 当你把创伤疗愈的功课做足 每天觉察自己的念头 提升自己的意识 增长智慧 你就逐渐的 在与你的高我融合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点赞留言收藏 请开启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